大家好 我是韩粉 有个高雄政委书记说盖个爱琴摩天轮 我早半天没找着 现在又说南海可以挖石油 它去哪挖呢 笑点 刚刚我也是这个看我身身装扮就知道 我是太平岛挖石油的专家 我姓洪 单一个正子 其实我们在看到太平岛 其实在我们台湾外海的这个地方 但是我认为这个挖石油它有三大不可能 可能没有有舍近球远还是挑衅国际 所以认为在台湾外挖石油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不是 我看我们电视台说韩国瑜跟球运说可以挖呢 我多想学你的口音 以下就来我为各位解释为什么是不可能挖的 手上这张图是出自美国能源局的图片 我们可以看到南海这个地方 它的石油运材量是显示是蛋黄色非常的少 而且它是将近是问来外海的万分之一 再来连我大期间的外海的石油运材量都比南海区域来的高非常多 而且奇境外海早就在35海里远的地方 成功的开采到可兰滨 在南沙群岛230多个岛礁里面 很抱歉台湾只有拥有一岛一礁 这边总共有中非越马汶英6个族群国家 这边高度紧张的对峙 我们如果这边开采石油首先要摆平它们 再摆平美国大家认为有可能吗 如果各位不相信的话我手中有一张热腾腾的报导 是今年11月24号刚出五的 它上面写什么 它说太平岛挖石油为具有实际开采的可能性 早在37年前终于有就曾经在南海探采过了 将近40年间都没有挖到过 如今又再次提出这样不切实际的证件 我认为寒岛还是早点回家洗洗碎吧 中国长期都主张要独霸南海 而美国及盟国则主张南海要拥有自由航行权 请各位观众朋友你要选择中国还是选择美国及盟国呢 韩国如到这样时一直用一个经济标明来包装他整体的气度 东西买出来就是埋伐和富贸 人有法导入卖就是开放中国人投资疑民 高雄法导材就是让高雄人放弃输客做一个经济动物 过去他说过爱情摩天伦 南海欧借油 伊丁聖土沙 茶叉欧串借 这些家伙没有一个国民党的民意代表 所以聪明的高雄人 你又要相信韩国书 会真的把高雄抵立好吗 这位理事 如果是韩国书在家没办法 在这里我邀请韩导演来电影解发电 谢谢 我来提到我的政建空污三建里面的空污经济的部分 我希望能够增加更多的空污的监测器 发展出精准的降载的一个模式 让在地的产业能够发展出厨屋的技术 未来高雄就能输出这些技术到其他的新兴国家与城市 我认为产业转型就是要这样子转 在现在政府修法的方向呢 我是希望大众书能够尽量的铺完整 然后私人载具的数量要慢慢下降 一个照顾人民的政府应该要告诉 机车业者应该怎么办 行人应该怎么办 机车使用者应该怎么办 我觉得高雄发展旧城区的观光 必须要有Design and Story这样子的概念 我们让上一辈的历史记忆能够传承 然后引入新一代的我们的创意 我认为这个是我们旗鼓延 武器观光最完整的面貌 其实第一个旅游 一直在青岛的观光 一直是我们非常努力的这个目标 但是一般后最关键的因素 就是这个文化 要怎么在这个军队 就有的这个在地的文化 不管我们可以注意 进行一个新的灵魂 在这个地方 我想 如果演出了场地之外 未来也会有人才培育的中心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 有更多不同的想象 也可以让目前 在外县市没有办法回来的人才 可以回到这个地方 我们共同来尝试更新更好 更跨领域的一些演出 我认为人民最大的敌人 从来都不是那些 你我所讨厌的政客 而是你我内心对政治的冷漠 改变的权力 从来就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选票的意义 不只是选出那些理想中的政治家 他同时也应该要去淘汰掉 那些你我认为不适合的政客 让我们不再冷漠 告别家族的世袭政治 这一次你有更好的选择 我是宋政 大人家去 endroit 大人家委屁会 大人家的语壁 小人家 大人家对权力 大人家都说 大人家乞电 大人家